在五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 公路上的私家车越来越多 交通问题也成了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交通法也在不断完善 不过对于行车上路 司机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中执行右转车道的等等问题就被大众诟弊 为啥说别走河道 等红灯后面一排车疯狂鸣敌会让你崩溃 执行右转河用车道 顾名思义就是既可以在这条路上执行 又可以在红绿灯处进行右转的车道 一般来讲执行右转河用车道 都是有右转需求的司机行驶的车道 但是在出现拥堵或者其他情况下 也有许多执行车辆占用死车道 开车停在河道上 后面一排车疯狂鸣敌让还是不让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问题就会不断提及 并愈演愈厉 那就是在执行右转河用车道等红灯 后车一直狂按喇叭 前车需要让行吗 对于这个问题 司机们的看法也是各不相同 有人认为前车不该让行 原因如下 前车在执行右转河用车道 执行驾驶是完全符合交通法规定的 首先车道性质就是如此 没有规定不可以执行 其次在等红灯时如果因为后车按喇叭而让行 因此闯红灯的话 前车需要负全部责任得不偿失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前车执行右转河用车道等红灯时 在不违反交通法不会闯红灯的情况下 理应让行 毕竟执行的前车不让行 右转的车辆要等到执行绿灯时才能右转过去 浪费大量的时间 明明旁边有执行的车道 为什么要跑来执行右转河用车道的行驶了 对此小编认为 执行车辆最好在驾驶时根据导航来判断在哪段公路行驶 如果不需要右转 那么尽量选择执行车道 不要选择执行右转河用车道 避免后车不耐烦地对你疯狂鸣地 既方便了自己 也成全了他人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呢